紫維既然被稱為帝王之星 我當然出去要 走路要有風 有那個氣勢才行 以後嘉青軍走出來 難道不能光鮮亮麗嗎 一定要 對不對 其實剛剛提到 趙雅茲他也是紫維的 你看趙雅茲有一句名言 他不是講說 女人一定要保養嗎 對不對 他說不保養的話 會人才兩師 對不對 不保養會人才兩師 但保養不會傾家當財 漂亮 該保養就要保養 對不對 因為他這句話 可是這句話鼓舞了多少女生 老公我要錢去保養 對 來 我們請教一下 張聖書老師 怎麼紫維命格的人 會這樣子呢 來 我們從命盤來看一下 大家羨慕這些明星嗎 不必羨慕 你也可以怎麼樣 沒有 那不可能 那也不可能 來 我們先看 光鮮亮麗 太陽星的朋友 你看 太陽有光有亮對不對 對 其實太陽星啊 內心永遠充滿正能量的時候啊 它喜歡幫助別人 別人看起來是不是就覺得這個人 自帶光芒 對不對 所以太陽星是永遠的啦啦隊啊 而啦啦隊 想我們如果去看棒球 到底是看球員還是看啦啦隊呢 都有 光鮮亮麗的啦啦隊 是不是很好看呢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太陽我們剛剛講了 怎麼樣光鮮亮麗 不一定是你的衣服穿得好 而是你永遠帶著正能量 是不是讓人家感覺就是 又溫暖又美好 再來第二個 紫維星 紫維既然被稱為帝王之星啦 我當然出去要 走路要有風啊 有那個氣勢才行啊 你要家清清走出來 難道不能光鮮亮麗嗎 一定要嘛 對不對 其實剛剛提到趙雅之 他也是紫維的 你看趙雅之有一句名言 他不是講說女人一定要保養嗎 對 對不對 他說不保養的話 會人才兩師 對不對 不保養會人才兩師 但保養不會傾家當產 好漂亮喔 該保養就要保養 對不對 你看他這句話 可是這句話鼓舞了多少女生 嘿 老公我要錢去保養 對吧 可是這是事實啊 你不保養你怎麼可能光鮮亮麗 所以紫維心 首先你要成功 然後自帶能量 還要有錢能夠做保養 對不對 可是第一名的 貪狼心 我都沒中 怎麼說每一個人都可以 我總要講前三名嘛 你難道不能第四名嗎 奇怪啊你啊 好 從貪狼的角度出發 對貪狼而言 我出門去沒有回頭率 那這樣子的話 我怎麼還能夠當貪狼呢 對不對 所以對貪狼心來看 以前靜存的名言 他不是說就到垃圾都要化妝嗎 對不對 對 蕭補 蕭補 好厲害 你會得罪貪婪 所以從貪婪來講 光鮮亮麗 讓人家看得開心 自己不是更開心嗎 所以這三個都是光鮮亮麗的 當然佳千鈞是紫薇 他算第二名好了 厲害 來講到這些不老女神 以前的這個擋泥板 摩托車擋泥板女明星 其中還有一位 來 年紀也那麼大啦 五六年級的夢中情人 我五年級啊 擋泥板 對啊 擋泥板 擋泥板裡面有一位 翁鴻 對不對 是 麥哥 對 所以他現在不但家庭美滿 演藝活動也依舊活躍 是 你看翁鴻左邊那個 選美冠軍的照片 那是1989年 35年前 亞洲電視台舉辦香港雅姐 他是雅姐冠軍 你知道選美世界有兩個最大的 環球小姐跟世界小姐 世界小姐是英國舉辦的 那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1989年 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 那英國的世界小姐 就第一次到香港去辦 世界小姐選美 那那個時候翁鴻很拒 那個美光燈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是世界小姐 第一次去香港 她的一個殖民領土去選 那他們就認為說 地主應該會有優勢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年代 亞洲的小姐要進入到前面很難 對 然後那個時候翁鴻就富有了 那個被大家看好 就是說 你是地主 那你一定 就那人當胡斐翠 你記不記得 胡斐翠環球小姐第一次來台灣選 胡斐翠是台灣第一名中華民國小姐 當時也佔地主之儀 人家說你胡斐翠一定要得 哇 胡斐翠好衰 那年五個裡面 四個亞洲的就是沒有台灣 日本 韓國 泰國全部都禁了 楊寶玲 香港都禁了 冠軍泰國小姐 就是胡斐翠被罵了 被罵了有沒有 翁鴻那年也是一樣 翁鴻那年香港 大家說你香港 四個小姐第一次來香港 你穩進前五 前十什麼的 他壓力很大 你知道嗎 後來就我當然落選了 落選那時候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在會展中心很大 我採訪他的時候 就看到那一幕就永遠記得 他香港很多人就去看 然後那年又四個轉播 然後他就輸了 輸了 從那個會展中心出來 爸媽媽 家人陪他出來 就很落寞 我就看他們這樣上車這樣子 後來那時候採訪翁鴻了 歐盟後來當然轉型 來台灣拍港劇 因為亞洲小姐 亞視就拍港劇 就來轉型 因為她是芭蕾舞學畢業的 我記得她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拍泳裝的時候 在那個來來飯店 她穿那個比基尼 然後穿 然後開 就跳芭蕾舞的那個樣子 我們那個報社 那郭大坊拍到 那眼睛入神 從來沒有跟李明星 泳裝可以拍到 這麼漂亮的 你知道嗎 就很厲害 好 那講回 我們三十五年前 那我問我們現在 她其實就比剛剛的不老女生 她稍微五十六歲 比剛剛七十歲那些 稍微小一點 但是也是一樣 因為她現在大陸很紅 大陸也認為她是港版的 不老女生 你看她現在 你看她右邊是她婚姻 她現在這個是她什麼 她每年都還出明星月曆 對 我們都每年都會收到 她的明星月曆 她現在這幾年的明星月曆 都跟她的老公 跟她的女兒一起拍 你看她的女兒 女兒小水晶 因為她們結婚已經十七年了 女兒現在十五十六歲了 她現在小水晶都跟她 養成小閨蜜了 跟媽媽都變成好朋友 變成閨蜜了 那她們家現在整個 婚姻很幸福 我覺得主要 婚姻她不老的原因 有很大的原因 因為我們常常 她每次回台灣來 我們都會吃飯 我覺得她不老的原因 是因為她一直在工作 這個很重要 我跟妳講 主要她這個女兒小水晶 現在已經被發掘了 這個已經被發掘新二代 還很小 你知道嗎 好美 最近香港已經有騙約 要她演四大天王 一個其中一個的女兒 那四大天王誰 四大天王你想想看嗎 拍戲就是劉德華 對 那婚姻她比較不勝張 因為這個戲好了 後來就慢慢就 因為很多戲約都談 但也不知道怎麼樣 當時去年 談這個戲約的時候 他們家庭革命 歐宏自己是演員 就極力贊成 他們說不管這個 小水晶將來走不走演藝圈 如果能演到四大天王的女兒 對她的這個參考 這個履歷 是個很棒的履歷 可是我跟她爸爸就很嚴肅 她後來講 他們婚姻為什麼維持十七年 很大一個因素就是 距離產生美感 小別勝新婚 歐宏每次大陸拍戲回來累了 就回到台北或美國 那就回到了家的溫暖 那然後馬上一下 沖完店出去拼搏了 所以我覺得她其實不老 其實這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她一直在工作 這很重要 對工作 對生命 出滿了熱情 對 所以才能永遠保持光鮮亮麗 香港還有一個很厲害 對 這個更厲害了 猜一下她幾歲 當然你們都知道幾歲了 最近過生日 七十 永遠的白娘子趙雅芝 七十 這是夜童嘛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嗎 你知道夜童幾歲 夜童六十 夜童六十 沒有 你知道嗎 最近有一張照片 是趙雅芝 夜童加陳美琦 為什麼這三個人呢 是各位 趙雅芝拍了很多很多的戲 大家都記得嗎 我覺得我最愛的是這一部 《楚留鄉傳》 有沒有 《楚留鄉》 鄭肖秋 然後加上趙雅芝演的蘇蓉蓉 這一部戲 台灣也是我們台灣 進的第一部港劇 當年真的這也是神劇 但是趙雅芝還有另外一部神劇 就是新白娘子傳奇 她演的是白蛇 陳美琦演的是青蛇 陳美琦六十六歲 然後夜童演的是什麼 是許仙 六十歲了今年 然後今年他們慶祝 這個新白娘子傳奇三十年 厲害吧 而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從以前的《楚留鄉》 到現在趙雅芝有變嗎 沒有 她今年她七十了 不過我們在講美魔女的時候 也要講講 她人生也有挫折的時候 你看這幾張照片美吧 好美喔 而且我喜歡 她之前拍的 《上海灘》跟《周潤發》 有沒有 對 那我要講講她人生 你知道我們通常會覺得 美女在感情上 真的會滿坎坷的 趙雅芝二十一歲的時候 她透過因為媽媽介紹 就認識了 當時香港的一個名醫 他們就結婚了 所以她很年輕就結婚 生了兩個兒子 可是她跟這個名醫 感情非常不好 所以趙雅芝 前進TVB在拍戲的時候 她其實就跟她的先生 正在談離婚這樣的狀況 然後她在拍戲的時候 她跟這個男主角 感情就滿不錯 這個男主角是在 當年香港的一個 武打小聲 叫黃元生 她拍過大俠貨原價 而且這個黃元生 本身也有老婆 有小孩 那兩個因為拍戲 就九月九月 你知道嗎 女人再婚姻不幸福 也難免就希望有一個 好朋友可以聊聊 自己心裡的一些狀況 結果這個黃元生有一次 寫了一封情書給趙雅芝 然後這個情書 不知道為什麼 被趙雅芝的老公發現 然後老公就給了媒體 就公開了 你可以想像當年這個 不要說當年現在 也不太能接受 這樣的狀況 因為男女主角都有家庭 對趙雅芝來說 其實那時候真的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創傷 但是這件事情最後是黃元生 遁入空門 去當了和尚 不過黃元生的解釋說 不是感情 我就是對佛學有興趣 可是你總不會在 人生事業的高峰 然後有家有小孩狀況 就遁入空門了 對趙雅芝來說 他後來經歷了這個第一潮 他把第一段婚姻也結束了 那現在他的第二段婚姻 是跟黃景森 大家知道嗎 你本身也是個演員 現在事業也做得很好 所以趙雅芝走過了這些 也是婚姻的挫折 也是事業的一些打擊 可是走過這些之後 現在七十歲 他現在是越活越年輕 對 你看 每一年大概大陸 所有電視台 很多的春晚有沒有 他都會有時候 會跟這個鄭少秋出來 唱唱楚流香 或者之後唱唱這個上海灘 很多大陸的粉絲都是天啊 真的是不老女神 你是真的七十嗎 看起來只有三十 對 今晚你有空來開房嗎 挑加巴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